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本身发生了变化 这是一种什么变化呢 这个变化当然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前期主要是受日式自由主义为主流 后期就变成了以俄式的社会主义为主流 由于世界大战导致国人对西方的仰慕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不限于外交 巴黎和会也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的确世界大战和后来的大萧条 对国人对西方的仰慕的确是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借助日本学习西方 那还是在学习西方 那对西方还是有仰慕的 只不过认为学习西方可以通过日本来走捷径 但是到了一战以后 这个社会主义思想兴起以后 那人们真的就对西方不感冒了 就不是什么间接学的问题 那大家就真的就不想学了 然后就换了个老师 这个老师就是俄国 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 即使经过日本中介的学习西方也在降温 而与西方对立的苏俄逐渐成了新的老师 尽管学习苏俄 其实和旧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苏俄对中国的威胁 其实一点都不亚于西方 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不亚于日本 但是这个时候 人们还是对苏俄有很大的好感 这个其实和19世纪 一方面西方在侵略我们 一方面中国人对西方很有好感 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人其实是分得清这两者的 一方面要反侵略 一方面人家比我们好的 我们还是要学 这一点其实和旧王没什么关系 以前我们旧王是针对西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学西方 后来其实威胁要灭亡中国的 其实就是日和俄 但是我们照样还是要学日和俄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杨渡那个时期批礼教 他是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 是吧 就是讲我们国家也就是大清 那是本位 个人不应该是本位 小共同体也不应该是本位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然就不是这样 新文化运动的早期 曾经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和民粹主义的倾向 是吧 那个时期他那个个性解放 不仅是要摆脱家族 甚至还有些人主张要摆脱国家 这个是由于这期间的 袁世凯张勋这两次帝制伏辟 引起了国人关于民主和革命的情绪反弹 是吧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 这个后来人们对自由的压制啊 其实很多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 是吧 或者说不是基于那个旧王 而是基于什么呢 而是基于民粹 是吧 基于所谓的老百姓 或者说下沉 或者说农民 是吧 那个那个总而言之 是以下沉的名义来取消自由的 而不是以所谓旧王的名义 而这个变化 当然是和当时袁世凯 张勋这两次伏辟的刺激 是吧 使得整个这个社会情绪 更加民粹化 更加激进化 但是这种所谓的反国家主义 它仍然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形式上来进行的 讲的简单一点 那个时候是吧 说你个人可以不服从国家 这个所谓的国家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当时的政府 是吧 当时的政府是革命者要反对的 是吧 那么这个当时的政府 你可以不服从 但是人民你是必须服从的 你要为人民去牺牲你的个人的一切 而人民是什么呢 人民就是当时的革命党 是吧 就是革命党是可以要求你牺牲一切的 是吧 因为革命党代表人民 是吧 那么皇上是不能 是吧 因为皇上不代表人民 是吧 皇上已经被人民抛弃了 是吧 那么大共同体本位的代表就不是皇上了 但是大共同体还是本位的 只不过代表大共同体的 从皇上变成了革命党 就是在大共同体的本位的形式上 发生了变化 是吧 原来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 现在变成以人民革命的利益为本位 是吧 这也可以显示出当时打压自由的 主要不是民族主义或者救亡的需要 而是一种民粹的倾向 那么第三 在大共同体和个人自由这个关系问题上 原来是持用个人主义来建立大共同体的权威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主张个人解放 是要把这些人从家长那里解放出来 解放出来以后 他可以成为国家的工具 是吧 因此那个时候个人主义不能反对国家 但是国家也不打压个人主义 相反 国家当时是把个人主义看成一个正面的东西的 是吧 包括杨渡也是这样的 他说我要取消家族制度 因为家族制度压抑了个人 是吧 我要把个人解放出来 个人解放出来 就可以把皇帝当家长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强调的是 大独不能反对大群 只能反对小群 是吧 就是说你要个性解放 你反爹可以 但是你反皇上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皇上也鼓励这个大群 是吧 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啊 就变成大群也不能拥忍大独了 张太炎说 我的大独是和大群是可以共存的 是吧 那但是到了五四的后期 在五四的激进派那里 那你就是在大群面前 你就不能有大独 但是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这个大独不是反对大群 而是反对小群 是吧 也就是说 如果是针对家庭家族的个性解放 它仍然是受鼓励的 是吧 所以啊 这个转变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是吧 我认为啊 从日式自由主义转向 俄式社会主义 其实这个转弯并不是太大 这个转弯其实是很容易的 是吧 真正比较难的转弯 是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个转弯 总而言之 在小共同体内 婚姻 爱情 财产等等 用以前我们的说法 这叫个人问题 财产问题 只有在家庭家族内 才是个人问题 只要超出这个问题 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了 私有化 在大共同体范围内 那是绝不允许的 是吧 但是在小共同体内 是受到鼓励的 就是最好大家都跟爹妈分家 最好大家都变成一个个的独立的原子 然后上面把你们给弄起来 就比较容易 总之在小共同体内 婚姻 爱情财产 这些个人问题 不仅家长的专制权利不能决定 即使家内 族内 众人的民主决定 也是不行的 但是在大共同体层面 个人权利 或许 仍然可以不服从皇上 或者不服从革命者 所反对的 那个政府的专制决定 但是如果是人民的多数意志 或者是自称代表了人民的组织意志 那么个人权利就无效了 换句话说 小共同体中 无论专制还是民主 似乎都不能取消自由 但是大共同体中 皇上好像是不能取消的 这是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 但是人民或者人民的权利 却是可以取消的 我们已经看到 那种只对小共同体有效的自由 或者个人主义 也就是所谓日本式的个人主义 它是靠不住的 它过去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 如今也可以和俄式社会主义结合 实际上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 日本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 大家看一看中日的历史就会知道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 日本正处在大正民主时代 日本以前没有自由民主 以后也没有自由民主 偏偏就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 日本是很短暂的所谓的大正民主 民治宪政一时 似乎有向英国式的宪政演变的趋势 负责于集市的日本自由主义 也似乎在向一般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 但是这个时期日本思想界对中国有影响的是什么呢 已经不是这个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了 而是什么呢 而是当时日本的左派社会主义 大家知道这个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中 对中国有影响的主要是新德秋水 和尚造 借利宴 小林多喜二 这些人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受苏联影响的 左派社会主义者 是吧 这种日本左派思想的影响 已经重属于俄式的社会主义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中 不占重要地位了 是吧 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还是从俄国来的 不是从日本来的 是吧 尽管接受俄国影响的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 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日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外来的 是吧 负责余籍的思想也是受到西方影响的 但是负责余籍对中国的影响 大于西方的影响 是吧 那么日本的社会主义也是来自俄国的 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不如俄国的影响 相比之下 是吧 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正民主的时间毕竟太短 是吧 只有十几年就很快就被昭和时期的军部专制给取消了 再加上大正民主的转瞬即逝 是吧 那么相比之下 日本自由主义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就更大 而这些影响仍然是明治时期的遗产 是吧 中国基本上没有接受日本在大正民主时代的那个自由主义 是吧 如果我们去看大正民主义的影响就会有机会来说